I wanna rule my world I don't wanna be your girl 我是你唯一 我是你唯一 我像 成凤2023成团名单在网上曝光 这一季一共11个姐姐获得了出道名额 说真的 前五名基本在我的预料之中 应该说没什么悬念 那么 哪些姐姐获得了成团名额呢 她们的实力和努力配得上她们的名次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名陈佳化 闭着眼睛都能想到 不管节目组前期如何照顾刘亦云 小美 谢娜 那都是放的烟雾蛋 如果从头到尾到照顾陈佳化 那就太没有悬念了 我们看到 几期节目之后 刘亦云 小美的光环就没了 终究要给陈佳化让路 第二名刘亦云 也在预料之中 刘亦云的实力配得上这个名次 通过这档节目 她的高位也明显提升了 前期的存在感 节目组也给足了 但终究不能撼动陈佳化的地位 第二名不错了 第三名小美 不意外 小美前期的热度很高 因此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反对 原因都知道 国籍问题 大概节目组也认为 让一个日本艺人在中国 太火不是明智之举 所以第三场公演之后 就给小美降温 也算是给陈佳化让路 第四名谢娜 比较靠前 很多网友认为谢娜会夺冠 毕竟她是湖南卫视自家人 我只能说想太多了 这么说吧 谢娜夺冠对她 以及湖南卫视 没有一点好处 只会被骂 湖南卫视没这么傻 谢娜也没这么傻 以她的高位 根本不需要通过乘风 来获取热度 无论第几名 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第五名刘希君 比较合理 不管怎么说 刘希君曾在湖南卫视出道 也算是他们自家人 不成团说不过去 实力不差名次 也不能太靠后 给个第五名证合适 卢靖山第六名不多说 看来节目组 还是比较照顾她 朱朱第七名 也对得起她的付出 有一说一 朱朱参加成风赚大了 知名度和高位都上来了 芝福第八名 稍微有点靠后 实际上她的路人员不错 实力也过硬 我认为应该把谢娜的第四名 跟芝福的第八名交换位置 第九名黄丽玲 非常尴尬的一个名次 虽然成团了 但比较靠后 黄丽玲大概就属于那种 打死都火不起来的歌手 一整季节目下来 几乎没掀起实话 第十名贾金文 名次不算高 但好歹给了一个成团名额 也算给了她这个曾经 红遍大江南北的女演员一个面子 不过说实话 贾金文一整季节目下来 也没什么那样的表现 第十一名曾可妮 形象实力都不差 有女团的气质 给个成团名额不过分 只是曾可妮路人员一般 也没掀起多少水花 而大家比较关注的徐怀玉 成不成团对她来说不重要了 因为她压根就不该来参加比赛 至于天后孙悦 非常尴尬 当年跟纳英平起平坐 纳英都能当大姐大 孙悦却连个成团的名额都没有捞到 看来她今天的高位 真的不高 要我说孙悦跟徐怀玉一样 也不该来参加比赛